早安 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 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用十分钟时间快速了解 台湾今天各报的一些重点 好 今天我们在YouTube上面的直播 已经开始了 拜托收看影片的朋友 帮我们把您现在看到的影片 能够分享 留言 按赞 还有请订阅我们中广新闻的YouTube频道 好 今天报纸我们先从地震的消息看起 时间是在台北时间昨天下午的1点01分的时候 花莲县秀林乡发生瑞士规模 6.1的强震是全台有感 这起地震目前的统计是17个人受伤 在台北市来说有两栋大楼倾斜 台北的捷运还有台铁高铁都停驶做巡检 而中横公路的预警性封闭呢 现在还是进行的 会进行到今天上午的8点钟为止 中央气象局的地震测报中心说呢 这是今年的第一个瑞士规模6以上的地震 这不是正常的能量释放 不排除在一个星期或两三天之内 会发生规模5以上的余震 另外地震测报中心的前主任郭凯文呢 他说6.1的这个地震能量相当于 0.7颗原子弹的这么强了 不过他也推算说台湾现在还有 13.3颗的原子弹能量需要释放 所以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好昨天的发生的这地震是在 花莲的秀林乡 地震深度其实不深 18.8公里 附近并没有断层或者是地震带 好在昨天摇晃的情况 大家都吓坏了 所以今天报纸有非常多 这个各地的包括了山壁滑落啦 还有大家惊恐逃生的一个情形 昨天的这摇晃情况 在震度2以上 比花莲市摇了66秒钟是最久的 其次是在新北市 有摇了65秒钟 另外地震也谈到说 在台北市有两栋大楼倾斜 昨天的这418强镇呢 其实也震出了台北市的黄丹建筑物 好来看在政治方面的焦点 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头版当中 提到的是寒流对上台风 就是韩国瑜的寒流 对上郭台铭的台风 忠实的标题叫做 国民党的内战升高 在高雄市长 韩国瑜昨天清晨回到台湾来 而前一天的郭台铭正式宣布 要投入国民党的初选 投下了震撼弹 昨天热情的这个韩民们 清晨去接机 甚至后来就转往 国民党中央党部 递送了6万份的联署书 希望党中央赶快能够挣召 韩国瑜 所以说这2020的 国民党总统初选 已经变成了 接地气的寒流 跟高科技台风的一个对决了 那么一向是挺韩国瑜的 中国时报 今天在这内容当中 其实还是蛮多 对韩国瑜 比较质疑的地方 甚至比较不友善的一些态度 中国时报今天内容说 这郭台铭选总统 红海遭到降频 脱离经营决策 对股东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未来的股价 那是列于大盘的 在昨天红海的表现方面 昨天并没有收红 另外就说 这同样是叫做发大财 但是韩国瑜跟郭台铭 两个人的路线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贴近基层民众 说的是韩国瑜 另外一个说是 受到精英阶层的信任 指的就是郭台铭了 今天中国时报 还谈到许信良说 郭台铭如果参选的话 台湾就会变成阶级之争了 自由时报当然对于 这个郭台铭的参选 他有些其他的质疑 像是自由时报那页说 CNN报道说 民粹当道 别小看郭台铭的参选 美国学者就提醒说 不要以为说 这郭台铭的参选 就能够神奇的修复 跟北京的关系 另外在郭台铭宣布 投入出选之后 也很多的事情 也慢慢的被拿出来讨论了 包括在中国富士康内部 设有中共党支部组织 引发了外界对郭台铭参选的疑虑 陆委会昨天说 这鸿海方面应该说明 鸿海则是说 他们不做进步的评论 在联合报今天的角度 算是比较持平一点 联合报那页的A2版面 是韩国瑜昨天 清晨回来之后 当然大家也会问说 在郭台铭参选他的看法 在韩国瑜就说 这郭台铭呢 他是直通白宫跟中南海 郭董呢 是蓝军不可多得的人才 至于自己会不会参选 韩国瑜他昨天是再次强调说 到目前为止 没有再考虑之列 另外前一天 其实有学者爆料 这位杜子诚老师呢 他说韩国瑜在出国前 曾经写信给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直接说应该吴敦毅来征召韩国瑜 韩国瑜昨天立刻澄清说 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绝对没有写信给吴敦毅主席 杜子诚他其实也道歉了 他不过他强调说 自己所说的绝对不是杜撰的 但是如果当事人觉得说 他否认这个事情的话 他也对当事人造成的困扰 表示道歉 到底有没有这封信呢 今天在联合报道时谈到 有所谓的相关人士说 其实是算是一种简讯 因为在韩国瑜 于之前跟吴含会 就跟吴敦毅的会面延期之后 曾经用简讯发文给曾永泉 然后曾永泉再转报给吴敦毅 好 其实在这个国民党 现在因为郭台铭的宣布 说要参与初选之后呢 为了不让郭涵两张王牌对撞 现在高层正在积极的联系韩国瑜 希望是这个周末 或者是下个周末呢 由党主席吴敦毅 跟韩国瑜的吴含会 要确认韩国瑜的参选意愿 不过因为很多的韩粉 听到郭台铭要加入之后呢 昨天这中央党部的电话 几乎是被韩粉给打爆了 还是有些很多的韩粉是说 非韩国瑜他们不投 好 其他的太阳门的一些反应 我们也来看一下 其实因为在现在有一个说法说 郭台铭出来似乎就是 为了卡韩国瑜 朱立伦昨天的说法是说 他就是依照自己的步调来参选 明天开始呢 朱立伦就会启动 台湾更好的下乡行程 他明天在花莲的 寿风乡的参访行程 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呢 也会跟朱立伦同行 王金平其实昨天也被问到了 说这郭台铭的所谓妈祖托梦 要求参选 王金平当然就是过去 他说他跟妈祖的关系也不错 所以昨天媒体就问说 妈祖有没有特别爱你呢 王金平的回应是说 当然妈祖爱所有的众生 对郭台铭的坚持初选 不接受征召 外界说是在卡韩 王金平则表示说 其实党真的是应该建立一个初选制度 才能够推选出 真正有使命感跟优秀的候选人 蔡英文昨天也被问到的 所谓妈祖托梦的说法 蔡总统说 总统不问神也不当神 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在绿营部分 在联合报的那一页A4版面 现在蔡英文昨天提到的 她跟赖清德最近的一些争议 她就说吵架留余地 家和才会万事兴 也向独派温情喊话 她出席台湾国家联盟参会说 守护主权所靠的并不是讲大话 赖清德这几天感觉上是比较沉寂一点 昨天她在脸书上面宣布 从今天开始会连续三天 在台北宜兰等地举办签书会 全力地冲刺初选 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 打假讯息的一个最新做法 为了反制假讯息呢 行政院会在昨天修正了 刑法等案 新增以广播电视 电子通讯 网际网路散播 如果散播不实讯息意图影响 农产品的价格像是日前的麻豆文旦 倒入水库的不实报道 或者是意图影响生活必需品 像是卫生纸之乱等等 可以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 最重是处三年的徒刑 随着刑法增加了所谓的文旦条款 自由时报间头版有 耶鲁大学的一个研究说呢 这死亡了几个小时的猪肢大脑 经过输送寒 维生养分的容易之后呢 就发现说能够成功 恢复脑细胞的部分功能 跟脑血管的活力 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说 这样的大脑 其实并没有更高层次的一些功能活动 不算是活着的大脑 但是也掀起了 什么才叫做死亡的一个新的讨论 财经焦点方便 两大财经报 都是台积电昨天的法说会 说台积电已经走出了最坏的状况了 昨天的法说会呢 公司手计获利季减超过38% 每股纯益2.37块钱 是19季来的新低 不过受惠于客户7奈米订单的回温 还有上级这些相关的 晶圆污染事件的地盐订单 在本期交货 所以其实台积电的情况 已经是走出了最坏的情形 所以台积电昨天他们的这个当家 魏哲家也说呢 半导体现在已经是挥别了 谷底了 台北股市看到昨天是 万一后来失手 因为昨天这个股市呢 是上冲下洗 包括了指数震荡超过百点 在盘后出现了罕见的大量 整体量能达到 1811亿元 是半年来的单日最大 中美谈判接近维生 最开在5月份就会签署协议 双方预计在4月底跟5月初 会展开最终的磋商 好 另外还谈到了 旺报的头版头条 是说大陆这边的 所谓的定向降准 大陆挺小微型企业的融资 要抑制房价 房建商的囤地 好 今天要看到了 联合报的内容 有掏空1.8亿元的股市 金差这位叶美丽呢 以500万元交保 富坤其在昨天提前出狱了 民众喊说 选立伟选立伟 他说自己不会偷看 自己的人生剧本 会先回家洗衣服 脱地板 好好的陪伴家人 不过他也说 他要做花莲的 永远的志工 好 今天的报纸当中 有这次大学 珍视的一个大乱象 因为同分多 厮杀非常的惨烈 叫做史上最乱的二阶 考生家长跟学校 都非常的辛苦 好 这就今天的 十分钟早报新闻 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 十分钟早报 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 拜拜